你见过俄罗斯武士卢谷的纸币吗 你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老家在哪里吗 大家好,我是萌萌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岛叫做瓦西里岛 它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老家 普京就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 而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叫做瓦西里谷港口灯塔 这个也是印在俄罗斯武士卢谷纸币上的一个建筑 属于圣米德堡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这两根海神柱是1810年建成的 由法国的设计师设计建造 海神柱高32米 上面点起的火焰可以达到7米高 两根海神柱一根是引导小涅瓦河中的船只 而另一根则是引导大涅瓦河中的船只 我们会发现两根海神柱上面都有很多绿色的小船头 这个都是当年在海战当中击败敌人之后 会把对方的船头砍下挂在高杆之上 以象征自己海军的强大和光荣 这里也是象征着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强大 两根海神柱中间的这个小港口事业非常好 基本上可以把圣米德堡捏外河畔最经典的景点尽收眼底 所以说经常会有俄罗斯的艺术生来这里采风 如今的海神柱呢 也是来到圣米德堡旅游的游客们 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拍照 拿卡地这里十分的出片 如果说大家来到圣米德堡旅游 一定要记得来这里拍照哦